第15题 已知3x平方减x减10 等于3x加5乘以x减2 请问下列哪个叙述是正确的 好,我们要来判断因式跟倍式 我们先从因数跟倍数来说 如果这个6 比如说6等于3乘以2 那我们就说这个6是3跟2的倍数 3跟2就是6的因数 那我们也可以说 如果A等于B乘以C 那ABC都是整数 而且它都不是0 都不等于0 那我们说那个A呢 就是B和C的倍数 反过来说B和C是A的因数 好,这个是讲因数和倍数 那我们再来看因数和倍数 如果ABC是三个多项式 而且A可以写成B乘上C的话 那我们就说A是B和C的倍数 反过来说B和C是A的因数 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我们可以假设 这个3x平方减x减10 这就是A 这里就是B 这里就是C 所以它这个式子可以写成A等于B乘以C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说3x平方减x减10是x减2的倍数 没错 A就对了 那B呢 B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因数才对 B错 C呢 C这个也应该是因数才对 这个错 D呢 3x平方减x减10是3x加5的倍数 很清楚的 这个答案选A这个选项